這是最新的一個作品 然後是明年的1月跟2月 在台北跟台北演出 你看到我們第一波的宣傳照片就知道 跟上一個作品其實差蠻多的 上一個作品應該算是第一次做社會藝品 所以不想要嚇到觀眾 而且我們還是不想要虧錢 所以盡量做到藝術兼具還是要一點點娛樂 所以我放了很多顏色在裡面 但是呢三年之後 就是我還是想要做我想要做的東西 就是比較藝術性強一點的東西 所以就做了這個作品 大家都有拿到手上的那張卡 都沒有拿到這個 好 申士課的 你看到它的那個阿拉伯文字其實是 欸 喔好 瞄起來裡面 好 你可以看到它上 正面那個阿拉伯文字 是 在埃及方言是指陌生人的意思 那 那時候其實是想要談 這三年來我採訪那麼多人 很多朋友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找不到 認同感 找不到歸屬感 那他們覺得自己活得像一個陌生人 那有的人想要離開離不開 有的人離開了 但是會覺得那裡不是他的家 這是 其實想要談一個心境的問題啦 心理狀態 那 對 那這是這次盛世課 那這是第一波宣傳的 我們拍的照片 是想要 然後 做一些突破 就是 希望讓觀眾看到 不是只有彩色的 中東舞蹈 就是多彩顏色亮麗的中東舞蹈 那 它也可以用 比較身體的方式 比較 其實有點像現代舞啦 去呈現出來 那特別這個阿拉伯文字是 我請正大一個阿拉伯語系的教授 金玉泉 然後幫我寫的 對 那 那 那時候 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就想要放一個阿拉伯文字 在我的海報上 所以我就特地跑去正大 然後請他寫 那以前我也上過他的課啦 所以 老師就幫我寫了三個版本 讓我們跳 那這是 阿拉伯文書法字 字 對 那 跟中文的書法其實不一樣 中文是軟筆 阿拉伯文字 硬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感覺其實是 差滿多的 對 然後這是第二波的宣傳 是我在埃及拍的 這是我住的那個地方 然後打開窗戶拍的啦 對 然後吧 我覺得還滿奇妙的 所以就把它做成海報 第一波的宣傳影片 它是一個概念 它是一個概念的 音樂 對 主要是讓舞者去詮釋陌生人這件事情 那所有的場景都是在台南的老牆跟古蹟拍的 那在創作過程中除了朋友以外 書或電影其實也是一個靈感來源 那特別是這本書 其實台灣有出版叫《雅庫班公裕》 然後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書 那當然你有看到作者阿拉阿斯瓦尼 你可以去買來看 然後它有出電影 然後但是是英文字幕 台灣沒有相應這樣 那它其實是在談這一棟公寓 然後住了不同階層的人 那有軍人有商人 是商人他就會談他跟政府之間貪腐的事情 然後談女性 談同志 談軍人 其實談的類型很多 那也讓這本書其實銷到世界很多國家 翻譯成很多種語言 但是呢 埃及人 其實我的埃及朋友們都不喜歡這個作家 他們會覺得說 當然他們也不喜歡這個電影 有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覺得說 你們為什麼都不看一些 就是講埃及很好的電影 為什麼都要看一些 講我們就是很多社會問題的電影 對 對啊 他們不喜歡我們去看這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預購 大家可以上網找我 然後我們來出外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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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慶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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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恥 給我 你說 你好 我怕你 我怕你 掃放 我怕你 i know the night and kiss ah الاسبوع اللي جاي فلوس تكون همع الكاش the clouds fading but nothing oh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بسك لنا سبع ورجع بلدون على طول انورتك وضيك شير زيحا deer عشان نبقى في حياتي حاجة بتترني اسم في يوم من الايام عرفت البشر حلو حقيقي تغسوا هي الدين إنتو دلاك تتيلك انك انتقار وها تليك الموضوع شأل تمتني خسار أشؤالها محترمة محترمها ويحاولون محترمة إنتو تتخليها محترمة Argentina أخر مرابتي أخنوا جربوا 你晃得了 我們是無尊利商用甚麼 我變得了 你怎麼會跟他在那裡 你怎麼會和我們一起看 然後你一時三十分 你不可能是和我 你不可能不停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要跟他 你不要再相信 我會自行 我會不會 沒有沒有 人是不是 你一直在哦 你一直在那二十分 我很討厭 你不可以 gedient了 你不停 上一個作品解放廣場比較偏在談大時代下的事情 那這本書跟很多研究會讓我想要從人 這個作品開始從人開始著手 所以我其實做了很多不同族群的研究跟採訪很多不同族群的人 那格力剛才講陌生人 其實我們從用譬如說舞蹈去探討很多不同的主題 譬如說女性 性別 青年 伊斯蘭 然後邊緣人 去圍繞著這個陌生人的這個主題 去談他們找不到認同感這件事情 那在談女性的過程中其實 因為其實我們要認識 去接觸愛姐的女生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那她算是我少數的女生朋友 那她也是一個我的靈感來源 在談中東女性的時候我們要先談 他們對社會在對我們先講 我們裡面作品在談什麼 我們在這個作品是在談社會對女性的 無形的框架跟期待 我們的作品裡面 然後期待呢其實是有一點像是 社會告訴你說 你要當個好媽媽 你要當個好太太 你要當個好什麼 然後都是對女生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你可能沒有去思考過這個問題 舉例來說 就例如說為什麼女生結婚就要冠夫行 或是為什麼女生結婚就要嫁去老公家 而不是老公嫁來你家 這個東西沒有對錯 但是是一個可以去思考問題 因為當你沒有思考過的時候 你去看種種女性的時候 大家通常會覺得說她們很受限制 可是說不定她其實是被社會上的一個習慣的規範所限制住 也不一定是限制 她就習慣了這樣的方式 然後她就不覺得那個叫做是限制 那其實我們在談這幾個作品裡面在談這件事情 那再深入一點其實就要談 中東對男性跟女性上外表上的一個 也算是期待 就是中東會 我們講埃及好了 因為我們主要是談埃及 埃及人對女生會希望她是長髮比較好 那男生呢就是留鬍子 長大了你就是要留鬍子比較好 也不一定 但是蠻多年輕人沒有留 但是她們會覺得 你沒有鬍子會比較 不是男人的感覺啦 所以她們的意思是這樣 那個朋友叫Dalia 那先講她在幹嘛好了 就是她在一個咖啡館 戶外的咖啡館 然後呢她在幫人家 用籤筆還是籤字筆刺青 就是其實畫圖啦 但是就是依刺青嘛 的意思 但是 因為呢 為什麼要用籤字筆 不用真的 是因為中東人 穆斯林是不能刺青的 就是 那個叫什麼 就是你不可以傷及你的 別的俗語 比喻叫什麼 身體的俗首支部 我不得回家 就是那個意思 哈哈哈哈 好 那時候我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她就說 她不知道幹嘛 她想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可以去幫助別人的事情 讓別人開心的事情 所以她就跟另外一個朋友 去做這件事情 那 有一次呢 我就跟她約在 也是這樣戶外咖啡館 然後要喝茶聊天 那她就帶著一個很大的耳機 走過來 我就說 你幹嘛連走路還要帶 這麼大 還要聽音樂就對了 她就說 如果她沒有帶著耳機 她經過某一些區域 就會變顯眼顯眼 好 你可以看到她的外表就是 極端頭髮 沒有包頭巾 頭髮去掉 沒有包頭巾跟穿這樣 其實是很西窗平常的事情 那 就是會有一些人 去 就無聊的人 去 閒言閒語 那時候我就很驚訝 這件事情發生 是因為 原來 她每天一出門 都有可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 她每天一出門 然後就會有人 有可能會有人 對她的支持點點 然後 這是一件 我覺得蠻可怕的事情 就是 你出門 然後你經過某一些路 就會覺得 這些人不知道要對我講什麼 對啊 那 然後會讓我想用 舞蹈去彈女性的狀況 那特別是因為中東舞蹈大部分有99% 都是女生 那 也都是肚皮舞 那我就會想說 我們在彈 用舞蹈在彈女性的狀況 在舞台上呈現 大部分 大部分肚皮舞呈現的就是性感 漂亮 厲害 讓我們可不可以用舞蹈去呈現 另外的一個面相 對 比較心理層面的面相 對 那 她就是 我那時候的一個靈感來源吧 那當然男生也會遇到一樣的狀況 就是 也是跟另外一群朋友喝茶聊天 然後我在那邊生活就是喝茶聊天 然後不斷的朋友 對 然後住店家 對 好 然後呢 有一群年輕的男生 其中一個特別年輕 他才18歲而已 呃 他沒有鬍子 長得很清秀 呃 這樣的人呢 其實在台灣 大家就覺得他很帥 而且他特別長不像 而且他有點像 俄羅斯人之類的吧 對 反正他就很清秀 對 那 可是呢在 他們的朋友群裡面就幫他灌了一個綽號 叫Nancy Nancy是 呃 你會覺得那是英文名字啊 可是 阿拉伯文名字也有一個 叫Nancy 一個女生的名字 所以他其實是很沒有自信的 呃 連小朋友都會嘲笑他就對了 那 呃 縱使我用阿拉伯文跟他聊天 他也 不想要聊 因為他就是很沒有自信 呃 那時候我才發現其實 像這樣的霸凌的新聞其實 根本就是全世界都有啊 就是 對 連他們那邊也有 而且他們是因為這個理由去 去欺負他 那 這也是我們這個作品裡面會談的 那當我 但是我們這個作品其實 呃 另外一個東西是談 性別議題 是在談同志 那 一開始我 今天這個作品做了兩年 其實 一開始跟後面 做到後來有點不太一樣 呃 一開始我想要談性別是在談一個 男生 因為 他也算是一個 在中東是一個禁忌議題 就是 你怎麼可能會看到 男生穿女裝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 再動動啦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要研究這個事情 那但是做到後來 呃 我就比較專注在 因為其實你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去採訪 所以我後來就把它 呃 放在統治議題上 去談兩個男生之間的關係 那 他們在 呃 中 埃及這樣的社會其實 我們用舞蹈去談他們的彼此的接觸 都是很 不彰顯的 就是他們的眼神接觸 手的接觸 身體的接觸 都是不彰顯的 那 去 去 去 但這個 這個 這個篇章不是一個很大的篇章 在我們作品裡面 但是我想要用舞蹈去談 呃 這樣的事情的 存在 對